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古代 灯笼都叫灯彩 不仅可用作照明 更是幸福团圆的象征 每到农历8月15 家家户户总要挂灯赏灯 中秋临近 位于香港元朗大桥街市的一条巷道中 无光实色 人同攒动 热闹非凡 这里便是香港知名的灯笼街 30多年前 在元朗围村 黄建立一家来到这里看起了一间香烛铺子 黄建立的丈夫是一位传统扎作师 大儿子则中爱画画 于是 一家人在生意之余 也制作一些手工灯笼售卖 补贴家用 不料 这些资产自销的灯笼 已经推出就广受顾客欢迎 此后 不少灯笼商贩来此地开铺 原本名不见经传的小巷 摇身一变成为当地小有名气的灯笼街 1984年做到现在做了37年 可能小时候又穷又没得玩呢 我们整家人都是喜欢灯笼的 我先生就是自己做扎作 扎花炮 我的大儿子有点兴趣设计一些灯笼 这些款式都是他本人设计出来的 原来是乡下的地方 那些人都是住围村屋多 有些地方喜欢挂一下灯笼 搞一下中秋气氛 很开心的 我自己都搞 是我住地下嘛 所以我可以挂多一些灯笼 我挂几十个的 中秋节赏花灯历史悠久 早在北宋武林救世中就有记载 在中秋之夜将一点红放入江中漂流玩耍的描述 此处的一点红就是最早的花灯 经历代传承与演变 中国南方地区普遍保留着中秋挂上花灯的民间习俗 对于香港扎作师傅茂琪来说 这是他一年之中最忙碌的时候 中秋节因为都是一个普天堂兴 大家都觉得开心 男女老友都喜欢的一个节日 市民来到这个地方 看到灯笼 你见到他们都很庆高彩烈 其实我们中秋玩灯笼 或者中国人的灯笼 可以追溯到很多千年之前已经有灯笼的出现 但是最初灯笼是实用方式在生物上面的 整个灯笼就农住那些火 就没什么吹声 主要是这样的原因 然后去到不同的节兴都用到火 用到灯笼这一样东西 灯笼千变麻烦很多种营造 传统上一般都是兔子、橙、水果灯笼 一些羊肚、兔子、卡通公仔 纵然风格款式千变万化 但在茅庄期看来 灯笼一路伴随着香港人的生活环境 和社会审美流变而与世俱进 其中的美好意涵一直历久离心 我记得我入行认识的时候 应该是1980几年 就是差不多40年前 那些灯笼是没有这些款式的 只有纸的灯笼 还有体积是大一点 所以现在近期就说 整天出了布的灯笼 好像新拍的一样 就要做一些传统玻璃籽的灯笼 但是因为大价 现在的人住楼的地方小一点 所以就把它缩小 小版的玻璃籽、鱼、兔子、飞机 都很受欢迎 所以什么时候都是一个说话 古路荡时兴 永远那些东西就是一个巡观 中秋将至花灯初上 灯笼街依旧行人未见 川流不息 人群中不少家长 带着自家孩子 来挑选中医的中秋花灯 这条小巷 承载了几代香港人的中秋记忆 也将一份团圆吉祥的美好祝福 带带延续 父母都想做一个新教 就告诉你 妈妈小过、爸爸小过 就玩紫灯笼的了 那就是一个教育来的 其实几十年来没有断过 一代一代嘛 爷爷做小孩的时候又玩灯笼 所以玩灯笼 在这一百几十年来香港 是没有停过是流行的 寓意起起扬扬 七彩纷纷 个人开心 大家都太平成世 大家都开心 安居乐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